中國人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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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仙迪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 川普會打中國牌 英國人都一樣不約 金毛巔王黯然落台 終於可以專心回家開派對 而他的手上寶座 就由前財商 本身是印度裔的新偉城 以及外商 以新鐵娘子自居的卓慧斯爭奪 講開金毛巔王 雖說是過氣夠電池 但竟然還可以搶佔新聞版面 真是誤到你不服 更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的是 這個世界居然有人無聊到一個點 在烏克蘭總統府網站發起聯署 要求授予約翰遜 烏克蘭公民身份 並任命他做總理 報導沒有說是誰發起聯署 只是說如果在九十日內 獲得二萬五千人支持 則連斯基就必須審議 先得想起English Thai 20年選舉時 希望借過境美國造勢 當時就有網友說笑 為了鞏固台美友誼 簡直應該將English Thai 當禮物送給山武大叔 先得有少少私疑 約翰遜做烏國總理的聯署 同樣是真English 出語 己所不育必施於人的陰暗心態 將烏克蘭當成垃圾收集站 哎呀不好意思 擠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講回保守黨黨魁伸出之戰 九下九下居然演變為反華大賽 一個說如果自己成為首相 將對中國採取罕見的強硬態度 另一個就批評對手對華偵差軟弱 自己才會展示真正的對華強硬 十足十2020年美國大選 特朗普批評對手是北京拜登的款 新衛城在最近一場辯論中 評擊卓惠斯對中國的邪惡活動和野心 視而不見 又提出中國是對英國最大的長期威脅 他宣稱自己上任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關閉國內所有30間孔子學院 還說會組建新的北約式聯盟制衡中國 只可以說沒有罪浮誇 只要更浮誇 每逢同朝圍觀的互片 例必上演狗咬狗骨的精彩戲碼 新衛城狠批卓惠斯反華不力失職 來自卓惠斯競選團隊 英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聯合主席史密斯乃於上往來 他說新衛城過去兩年 一直致力於推動和中國簽署經濟協議 即使史密斯本人被中國制裁 仍然繼續所謂新疆問題研究 質問這兩年來你到底做過甚麼 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 新衛城做財商可以滿聲發大財 低頭握銀 做首相就不同 一定要有大局觀 具體表現就是表達對中國的假大空 凶狠態度 不是嗎? 新衛城推動對華 無實互衛經貿關係 無約翰信手肯 他敢自把自毀? 擺出反華鬥士格局的金毛癲王 要找大掌櫃做可造不可說的dirty job 可以想像 就算所謂新鐵娘子上台 又是要找另一個新衛城 其實就算是金毛癲王本人 別看他緊跟三武大叔 充當反華急先鋒 但身段一樣可以很柔軟 連自己是狂熱親華派都說得出 是啊 英國佬就是這麼虛偽 沒用時 民主又變不了演 當然是親華有著數 至於新衛城提及的所謂 押華版北約 就真是聽一下好了 認真理辨輸了 強如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都自相伯伯 波音就是其中一個重傷者 該公司最近向中國示好 強調做生意應該超越地緣政治 不就是抱怨拜登政府對中國太強硬 搞到他們眼白白看著300架飛機 價值超過370億美元的大單 被死對頭空中巴士吃了 新衛城不想搞押華版北約 只可以說有迷一樣的自信 不過沒辦法了 現在西方國家選舉 政客打中國牌萬師萬寧 其實莫說選舉 就來人家廁所的渠塞了 都關中國事 最經典的就是 之前衛生大臣 因為違反社交距離指引 背妻和女助手進行密切接觸 最後雕觀收場 那都有本事入中國掃 說過CCTV是Made in China 問你服味 有時真是想不說 那些選民愚笨都不行 你說反華真是可以為大家 帶來更美好生活 更清涼的天氣 那就說一往無前 上面波音例子已經說明 情況剛剛相反 那為何政客打中國牌 樂此不疲 不就是選民容易被帶風向 一日最壞都是中國 那選民就會忘記問他們 解決通脹、失業、氣候暖化等問題 到底有甚麼辦法 不過也好 目授於臨,奉別翠智 如果中國不是日益強大 誰覺得閒會黑你 說你是巨大威脅 又不見人叫提防斯里蘭卡 那當然啦 中國體型夠大 制度、語言又不同 這些固然令中國 成為西方政客 最就手的杜草人 但最重要還是 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 施金納這麼說 中國的挑戰乃是一場文明衝突 是西方第一次面臨一個 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 講到尾都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疑 新偉城自稱是徹底的英國人 又是少數族裔 對此自然更加心領神會 他打中國牌 打得零射分身肉緊 就是這樣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 搞錯還是吃發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